好,这个观众朋友就叫做切物跟车抬贴 这是他的网名 他说昨天也有汽车补贴的消息 但是看到车股也是升得不多 他说车股金转是否已经炒得差不多 他就想问1211,即是比亚迪 他平均买入价是280元 他说应该平手走还是建议他多守一阵 今年可以上网多少呢 再跌的时候可不可以交货呢 近期来说新能源汽车股的表现比较弱 所以对应比亚迪股价表现相对已经非常硬 其他的新能源汽车股都有下调的状况 又或者长城汽车的股价表现出现明显的受压状况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比亚迪值得继续持住他 当然只是做一个短线的操作的时候 我觉得不妨持多一两个礼拜 如果见到股价都未能突破280元来收市的话 那个走势可能偏向悶一点 你才考虑到时是减持或者是一个离场的部署 近期来说因为销售数据是一般的 所以要寄望8月或者9月的销售数据的时候 会不会稍微强一些 才会多一些资金流入新能源汽车股 现在偏向上来说因为整体的大市资金 都是比较少一些 所以就会流入一些消息类型的股份 所以相对上可能近期来说 一些电力股就会比较多资金流入 以至到新能源汽车股就被忽略了 好